小伙伴们大家好,说到张子怡大家肯定会先联想到她的影视作品 之后就会想到她曾有的爱情史,可以说是非常的轰轰烈烈呀 前几年,大家对她的关注就是她和汪峰的婚姻 近些天,对她的关注则是她平安生下一子的消息 早之前,张子怡和汪峰结婚,两人就迅速生下了一个女儿 家里有两位千金,可谓是非常的热闹呀 现如今再添一位儿子,算是弥补了汪峰儿子的空缺呀 如今他俩可以说是人生的大影家 儿女双全了 虽然这对汪峰夫妇来说是圆满了 但作为他们的女儿醒醒,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弟弟并不满意 据网友爆料表示,在张子怡分娩当天 醒醒和爸爸在医院全程陪伴 得知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个弟弟,他十分不开心 因此就凶张子怡,我想要个妹妹 面对女儿的哭闹,张子怡哭笑不得 而这话被汪峰听到了,他立马替张子怡回答道 表示妹妹以后会和你抢玩具,弟弟会保护你 如此机智的反应也是很搞笑了 那么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,欢迎留言讨论